Lorman, 除了买RSP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就是2月29号之前 大家要留意, 还有2月29号到4月30号之前 大家要做的? 我想大家要留意的东西就是Texlib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以前Texlib, T3, T4 或者现在是有收入的T4 以前来说是寄给你的 但是现在自从有Paperless 就有些基金公司或者金融机构 就Email给你的 有些人就会错过了 所以你要记得去年收取了什么 为什么今年收少了? 可能是在你的Email 因为很多公司为了省钱 就是Paperless 可能你已经答应了Paperless 然后就连Texlib 甚至是State文也不寄给你 Texlib也有Email给你 所以这方面大家要留意 这个就是你到时报税 就要集齐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 譬如你说 TFSA 你有新的额度 另外就是小孩子的 那些存钱计划 那些RESP那些 那些来说 也都是要留意 譬如这里政府 就给你, 你放2500元 那他会给20%的Grant 那就是给500元 那一年呢 他最终的可以给1000元Grant 就是你可以追回之前的Missed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trick的 就是他要你在15岁之前 是有参与过 那他才会继续给Grant 所以参与过 那所以在那个RESP那里 就要留意这方面 另外就是一些 在7-9岁的小孩子 在BC省就很有趣 那在Christie Clark做省公长的时候 就批了一个叫1200元的Grant 是送给那些小孩子 那就是放在那个RESP 但是呢 是要自己独立申请的 那不会自动拿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应该是7-9岁 他生日 9岁生日之前 是要申请的 就拿到1200元 放在那个RESP那里 那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到了他大学的年纪的时候 那1200元 可能变成2000多 3000元 都可能的 都可能的 是的 那就是RESP 就真的是 政府送给你的 20%的Grant 给你 你自己做投资 都未必有这种新活报 那这一来说 再加上他小孩子 小时候呢 你可以做一些 比较高风险的投资 比如基金 或者卫生法 那然后呢 慢慢呢 到他读书的时候 就转了一些比较债券比例 比较多一些的 那譬如有些叫做Target Year Fund 有些叫做Target Year Fund 有些叫做Target Year的基金 可以做选择 作为一个教育基金 或者都可以作为一个退休基金 都可以的 都有一个Target Year 譬如2023年退休 2040年退休 2030年讀大学 就是这些都可以选择这种基金 他就会和你自动调节 比如每年呢 就有一个股票的比例呢 就转入多一些是债券的 那总之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那就是目标都是 就是比较稳健一些的增长 那刚才这个RESP呢 就真的是 Norman放了钱到大家身上了 而特别新的移民呢 就未必知道的 就是说呢 他说的所谓叫做注册 教育的储蓄计划呢 就是每个小孩一出生呢 你就可以放钱下去 就是每年可以放到2500元 那你放钱下去呢 政府呢 就会给 多少 500 1000 500 即20% 20% 你可以逐个月供 逐个月供 你就供209元 就是2500 没错 那你呢 政府是送给你的 这个 就等你呢 就是存钱 那个用处呢 就是给你小孩 赌到那小孩 18岁 入大学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拿这笔钱出来呢 来做生活费啊 学费啊 书本费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的 不需要告诉我 大学大专院校 不一定大 总之是 postgraduate 好 第二个之后 那这个呢 就是希望你 等那些小孩 你大过了呢 他要再受教育的时候呢 他有一笔钱 让他没那么辛苦 那其中呢 政府呢 就帮补了成百分之二十的 那这笔钱呢 如果你有出生 到他十八岁呢 这笔钱都挺是 有 有 我有个客人 他真的 那小孩读书来 十几万 是啊 那十几万 那说起上来 就说十几万那么多 但是事实上 那十几万呢 都是刚刚够的 就是现在读书呢 如果你的小孩 说 我温哥说 我要去多不多读 去美国 美国不用说了 美国你今天 十几万肯定不够了 但是如果你 就算去加拿大 你要欺骗那儿子 你喜欢去UT读 他很聪明 去UT读 那在UT呢 那可能分钟 计算了 都要三几万 是不是 那几万元的话呢 你十几万 就刚刚读 刚刚够读的 哈哈 所以呢 如果是为了调谋呢 还有呢 为了 又拿到Jaxel呢 这个都是Jaxel来的 政府给你的 都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那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 就实际上很容易的 你去很多地方呢 都会问得到 究竟是怎样 去到投资的顾问啊 很多现疏公司的 的代理都会 买这些这样的产品 但是呢 我有一件事要提醒 要提醒大家呢 所以 RESP里面呢 都有分呢 是这个叫做 Group Plan 和这个 Non Group Plan 的 那我建议大家呢 尽量是找些 是Non Group Plan的 那如果是 为什么呢 因为 Group Plan那些呢 就是一个 捆绑式的 Group Plan那些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 在这个 这些 没有 基金 这个牌照的顾问 譬如他们在 这个保险公司里面 他们卖的话呢 就可能就会 买这种叫做 Good Plan 就要小心 因为Good Plan呢 它里面有很多限制的 譬如呢 限制你 你不可以公共客庭 那到你拿出来的时候呢 也都不是说 你一筆过来 拿出来 拿出来 所以这方面呢 要小心 最重要的就是 它不让你公共客庭 所以这方面呢 就不同 你说 好像 一些 Non Group Plan那些呢 就好像你走到银行开那些 或者找 有基金牌照的顾问 那些呢 就是不是 Group那些呢 那些呢 那些来说呢 你可以公共客庭 如果没所谓 你什么时候再开 再放回去 没问题 随时转 都没问题 我们叫做Transfer 但是 Group的Transfer呢 就非常之高的Penalty 很多时候 所以这方面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听到一些投诉呢 就是这个 Group的RESP 所以这方面呢 大家要小心 或者我们找一次 Norman 和我们详细一点 解释一下 另外一个提议呢 就是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呢 应该在Canada.ca 就开一个户口 因为呢 如果你去Canada.ca 就是这个就是 加拿大政府的日本网站 进入网站里面呢 有一个是税务的 如果进去的话呢 你就可以 可以开一个户口 那这个户口呢 如果你开了 之后呢 你每次进去呢 你会有很多资料 譬如你 包括CPP OAS的申请 你的RSP的Limit 你的TFSA的Limit TFSA的Limit 对 没错 所有的 兽子的Benefit 甚至你 政府寄了一张支票给你 你没有Cash的 它都会显示出来的 所以一个很有资讯性 很有帮助的一个网站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户口呢 应该考虑去开一个户口 有了这个户口之后呢 很多关于你自己的税务方面 和政府和你的税务方面的沟通呢 就会好很多 那么就变成了很多详细的资料呢 你就进去自己的户口里面 你看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值得去考虑的 就是这些呢 就没什么人介绍的 因为没有机会赚钱的 就没什么人介绍你 不过这个应该去做 这个应该去做 那么如果你开了户口之后呢 你就看得到你自己 譬如你今年可以供多少钱 RSP 你自己有多少个TFT 就是这个Tax Free Savings Account 你今年可以放多少钱下去 还有去年 就是去年你自己的 报税单是怎么样的结果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